我觉得杨幂比较宅 杨幂比较宅 因为除了拍戏的时间 永远见不着她 她拍完戏 她就永远是在她房间里面自己宅着 最温柔的呢 她们都有温柔的一面 就是在什么时候表现是不同的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更何况赵领与冯绍峰结婚三年有余 即使婚姻中对方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但离婚之后也就事不关己 可以原谅了 在前段时间 赵领一则通知宣布与冯绍峰离婚的消息发出后 就引发网友的热议 甚至在他们这段婚姻中导致离婚的原因 肯定是冯绍峰死心难感 沾着路边的野草 毕竟赵领曾在一道采访中就表过态 试过自己的另一半出轨劈腿 她会毫不犹豫选择分开 为此他们对于突然宣布离婚的消息 原因肯定是出在冯绍峰身上了 于是网友们纷纷将矛头都转向了冯绍峰 斥责冯绍峰是渣男 不配为人夫为人妇 面对网友的谩骂声 冯绍峰并未回应 反而赵领因心疼冯绍峰背锅 用八个字向网友交代离婚原因 表示三文不合不相为谋 对赵领这样的举动 很多网友都表示能理解 毕竟冯绍峰是她孩子的爸爸 那么看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